我叫倩倩,今年32岁了,跟前夫结婚5,6年了,女儿豆豆也快3岁了,前夫在一家央企工作,收入可观,我们在北京有两套房子,应该是很幸福的,然而所有的不幸, 都来自于前夫在我怀孕期间的一次同学聚会,他跟他的初恋见了面,结果那个女的哭诉,说,自己这么多年没忘记我前夫,而且过得很不好,于是他们偷偷摸摸地走到了一起,直到去年的一天,我前夫突然跟我提出离婚,说那个女人马上要生了,任我提条件,她只要孩子,虽然我极力挽救,但最终还是抵不过人家, 最终我要了北京的一套房子,然后被离婚了,这一年来,我非常不好,老是想孩子,想那个家,但是随着人家那个女人,给我前夫生下了儿子,我知道我回不去了,生活总的继续,我一个人会好起来了, 我时常这么鼓励自己,过大年的时候,在朋友的一个饭局上,我认识了刘峰,他48岁,但是保养得不错,看起来就是40出头的样子,人看上去很干净,给人很舒服的感觉,那次饭局后,我们连续见了几面,感觉挺好的,于是决定试试看,刘峰是丧偶,儿子在英国读书,就他一个人在北京, 加上我们俩对彼此条件都比较满意,所以我们俩就准备在一起,简单的领个结婚证,我就住进了刘峰的家里,婚后这半年,确实很幸福,他很会疼人,在家的时候都舍不得让我干活儿,这点,比我前夫强多了,他对我的家人也挺好的,虽然年纪比我大点,但真的很不错,可能是我刚刚30多吧,需求可能会稍微大点, 刚开始的时候,刘峰还比较配合,甚至主动得很,但是应该就是年纪稍微大点了,过了两个月,我感觉他有点疲倦,每天晚上躺下休息后,他总是很快就打着呼噜睡觉, 其实我知道他是装睡,而我也不好意思去打扰他,我只能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了,最近我还给买的各种补品,我还独促他起来锻炼身体,因为我对他不太满意,我们俩,亲爱的刘峰,你赶紧把你的身体锻炼好,我等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